hello大家好 你们的朋友齐老爷 北京时间2021年7月21日 咱们现在是在体验服顶着无类头像的 张远查大老号上 这就是目前SP空下面灵器的绘卷头像框 体验服这一次的更新内容比较少 我们一个个要看一下 首先是空下面灵器加了出卡动画 这个召唤动画做的是真不错 最近的几个形式神 阿修罗地日天 包括这次的SP空气 这召唤动画真的是又长又大又好看 做的好看的东西咱们该夸夸 那做的不好的东西 我接下来就要吐槽来说一下了 刘逸昨天公告的朋友可能有注意到 SP面灵器在实装的时候 三技能的一线木加了一具 最多不超过友方出场式神总攻击的4000% 在之前的时候体验服还有测试服 是没有这个上限的 这一刀下去对PVE的影响 脑补了一下还是蛮大的 个人的观点 我并不反对他加这种上限 但是两个 第一个 4000%的系数是不是过于保守了一点 在目前这个版本 虽然看上就很高 但实际上炸的伤害还是很有限的 第二个 你这个加上限的调整 难道不应该在之前测试服 还有体验服就加上吗 你哪怕是保守一些 就加一个4000%的系数 你先在体服测试服 让大家有一个概念 有一个期望 有一个测试 总比你在政治服实装的时候 突然来了一个削弱是要好的吗 而且这种东西不是一次两次了 比如说某副本在之前的体验服难度是这样的 结果实装到正式服突然难度就提高了 这个说实话我还是比较抵触的 总而言之还是希望体验服和测试服 可以对这些东西去做的更加全面和深入一些 不论增强还是削弱 你都是测试好之后 然后把它给搬到正式服来 而不是突然在这种实装给大家一个惊喜 那看完了空价面灵器 接下来咱们说新皮肤 体肤日一口气上架了五款新皮肤 新型童子 零鹿玉前 日和坊 元节神 还有山兔 也是上一届未宰而战的五个优胜应援皮 和去年一样 首先是有半价的惊喜优惠 那皮肤券只需要一半就可以买到 还是比较划算的 同时有一个148元的课金礼包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适合新区 皮肤券比较少 但是又想课金获得的大佬们 但相对于很多玩的时间比较久的囤囤鼠来说 大家就用皮肤券来购买就OK了 我们在这帮着正元差大佬 先把所有的皮肤给买一下 应援皮肤的上限 也就意味着下个月 八月份大概率是今年的未宰而战了 不知道屏幕前的大家 你们是要准备为哪个世神应援 有没有准备好新一季的未宰挨打呢 又要神仙干架了呀 然后接下来咱们去世神录里边 一一做一下展示 咱们从低品级到高品级开始看吧 先看一下山兔 大家对每一个皮肤也可以做一下打分 最低分零分 最高分十分 出现每一个皮肤的时候 可以弹幕来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山兔 呼啦呼啦 傻兔 霸兔万计 这个蛙呢 非常非常的强烟 然后山兔也是一脸傲娇的这种表情 很可爱 有一说一 山兔在第一届未宰而战的时候是西拜 当时是前三出皮肤 他是第四名 经过了多年的隐忍之后 终于在上届宰战拿到了一个皮肤 而且做的还是蛮不错的 个人蛮喜欢 接下来是大江山经纪人 星雄童子的冬日十里 这个手里边拿的这些东西 一看就比较适合做火锅 可以趁机和大家分享一个冷知识 就是大江山四人组 如果把鬼蟹给算进来 九屯慈母星雄鬼蟹 到目前为止 只有九屯童子这个大哥 他是没有宰战因缘皮的 慈母童子是第一届 鬼蟹是刚出的时候那一届 星雄是上一届 不知道九屯能不能拿一个宰战的因缘皮肤 以及大家很喜欢的小太阳 日和访 秋时 昭奎 这个皮肤应该是五款因缘皮肤中 最早曝光出来立会的 当时出来立会的时候就好评度很高 背后的那个晴天娃娃挺抢戏的 特别特别的萌 特别的可爱 卡哇伊 卡哇伊 非常不错 然后是两款SSR 先看一下圆节神 圆节神的春莺花园 依旧是非常憨憨的气质 下边这只猫咪变成一个小黑猫了 仿若是零七七的一个化身一样 背后还是背着它经典的破烂神的标志 憨憨的气质一览无余 小圆闺女真可爱 以及灵露玉前 灵露玉前的留下之梦 这个是我在所有的皮肤里边相对来说 不是特别喜欢的一款 昨天的时候看奥马军说 看到灵露玉前想起来了 在仙剑里边喜欢的一个人物 重楼 我还觉得莫名的相配 当然审美这个东西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我记得它有一个一黑屏 然后特别接近你的那动画 是点那个啥来着 对对对是这个 这个镜看过来还是挺霸气的 霸气中又不失一点妩媚 好的那体肤主要的更新就这样的 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掌扫期 最后呢也是再祝大家 欧气满满 顺利的抱着你们的新老婆回家 感谢正元场大佬的账号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